接下來還有 出國太小便宜 結果屁股被看光光了 是嗎 是嗎 真的 這個是我出國去玩 歐洲妳知道嗎 他們上廁所真的很討厭 算歐元 我上一個廁所至少要花5 60萬 不是 5 60萬 又再造成 有什麼特別的服務嗎 5 60萬 我就跟我同團的說 我們兩個分享一下吧 我們兩個就一起進去 兩個人一起進去 進去我就上了 上了我就 我上的時候她就準備拖了 我上的時候一沖水 剛才那個門是自動的 一沖水代表妳上完了 門就自動開了 她只沖妳一次水而已 我還沒 她已經拖下去了 妳就自己放 妳跟屁股的女生 我都關了 我就關了 不上 白不上 我來 趕快 我想說關了 這不會再開了 我就起來就換她上 又開了 為什麼會一直自己開 因為妳不然妳要再投錢才行 對不對 不知道 結果我不知道 後面結果是排一整排 大家都 啊 都看妳們兩個光屁股在那邊 她出國不只這個 很多很多 她有一次去西班牙 這個是讓我印象很深刻的 她說 她以為有人要跟她搭訕 你知道嗎 西班牙帥哥 要跟她搭訕 她一直跟人家說 NO... 真的NO... 這個是一個故事 妳知道我們出國歐洲 麥當勞太貴了 一個小麵包跟可樂要三四百塊 她都會去那邊給她泡麵 我說我們兩個一半 出一半的 我背包有泡麵 我說妳去藥水 她就去麥當勞 她很好會給我開水 要熱水 她會給妳開水 她給妳開水 然後我就泡了 就泡了 衝進來兩個警察 還跟人家搭訕她的很帥 可是我們導遊說 千萬不要人家搭訕 有可能是爬手 還是什麼 不... 妳說有確定 我說有確定 對方問妳 妳確定 後來這警察就拿她的手機出來說 這是不是妳的這樣子 她看到手機說 有燙 有燙 她是撿到妳的手機 然後拿過來問妳 爬手 爬手 幫我偷手機 沒有好多天我都不知道 她是跑到外面被抓走了 她們確定是警察就對了 確定是警察 然後把她手機 都很帥 所以她就很心灰酷癢 很好笑 玩來是這樣 手機人的環環 是很幸運的 有痛 接下來還有別人是誰 還有什麼事 忘記我對香菜過敏 差點謀殺千零 我跟妳講 這件事情我真的是記很久 記到我後來為什麼要買房子 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我跟妳講 我媽 我全家人都知道我怕香菜 我所有朋友 跟可能粉絲都知道我超怕香菜 我是連一根那個小葉子都不行 超可怕的那種 而且我吃到香菜會吐 結果有一次我就是 那天可能工作完很餓 我就還打電話回家說 媽 今天家裡有煮飯嗎 我媽說有...煮妳最愛的水餃 回來吃這樣子 然後對 結果這時候呢 我餓得要死 哇 看到滿桌那個 滿桌的那個水餃 然後一口拿起來 大口這樣一咬下去 我媽嘴香菜水餃給我吃 怎麼會這樣子 根本就想要趕我出家門吧 對啊 小優媽妳忍她忍很久了 沒有啦 妳不會這樣爆炸 這樣香菜比較香啊 對 她給我煮香菜水餃 我後來馬上去看房子 對 完全不夠人家趕我出家門 還是媽媽用這種方式讓妳走的 對嗎 所以她是真衝動 假無點 沒有啦 我有在懷疑喔 就忘記了啦 沒有啦 忘記了啦 哪有這種女兒啊 記這個事情記這麼久 不孝順 真的是啊 真的 嗨 很可怕欸 對啊 上節目告狀 不孝女啊 來 接下來看看下一題 打牌連妝氣起來不夠 聽起來就七八了 聽起來就知道是七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家小孩都念公立的 幼稚園 所以呢 她時間到就要去接 對 因為呢 我還為了她還延長到 加錢延長到6點 加錢 對啊 讓她延長到6點 她每次去打牌我都會非常的 四點我就說 妳今天敢得急接小孩嗎 知道啦 她都說知道啦 結果每次到了6點45分 5點45分的時候 不好意思 我現在在連妝 真的跑不去 我就說 妳答應我說妳會去接 妳現在說妳在連妝是什麼意思 她就是太會擔心 我們家小孩沒有去接 她會跑到運動場去玩球 對 對 她就去打球 對不對 等一下 可是剛剛是 小朋友進到電梯裡面不見了 妳就會想要爬到七樓去招小孩 現在變成妳在贏錢 小朋友不接回來 沒關係 她自己會去打球 對啊 怎麼會變成這樣 這個故事我有類似的 我小時候也是去念幼稚園 他們不是忘記 那個叫遺棄 他們就是真的這麼做 我那個園長已經打我家電話 打到說怎麼都一直不來接 那個園長都要睡覺 我在園長家待到9點 還不來接 這太誇張了 小優媽妳們是開會開了很久 沒有 我職業護理 我在台北上班 我都叫她哥哥姐姐去接 結果哥哥姐姐也不來接 因為那時候排擠我這樣 他們大概也忘記了 那天有親戚剛好來 我想說 欸 妹妹咧 蛤 我沒有親戚啊 還是親戚問到才想起來 親戚要是沒問 他們根本不知道她有這個小孩 自己的妹妹 妳敢不像一個妹妹 咦 咦 才有 我敢有女生一個妹妹 還好想到 才到7點又到9點 對啊 有比較就比較好 小優的命也算硬 好 接下來看一下 逛菜市場被騙走買菜錢 回家牽怒小孩吃泡麵 這個妳自己說 我是職業護理 也不太會買菜 有 不知道 哪一個沒有在公佈我 有一次去菜市場 就看到好多人怎麼圍在一起 有一些商人在 買來的帳戶什麼的 就在那邊拍賣 結果那邊 結果 中了 結果不得不買啊 妳是真的想要才喊嗎 還是妳只是好玩還喊 我只看看錯了鬧 結果買了這些 玉珠 佛珠 對 這些玉啊 佛珠 妳花了多少錢買這些 兩千多塊 真的 我那間奇怪 錢貸的特別多 我平常都貸一千塊 妳去貸兩千多 這樣都花掉 我都花掉了 所以就 真的還要買 沒有買菜 沒有買菜喔 她就沒錢了嘛 就回來啊 回來 然後我們又全家人餓得要死 我媽還生氣 吃泡麵不會自己煮喔 菜咧去馬來買了 然後她就還生氣 她這個我也有類似的 我去菜市場 什麼妳都有類似的其他 菜市場真的很多 這個真的要禁告各位觀眾 這個要注意 那個有攤位 很多人都擠在那邊要買 我說賣什麼 我說賣內衣 賣內衣又不能現場吃 而且她說名家的內衣 一萬多塊只要賣兩千塊 然後旁邊三個女人都圍著 喝情 再喝情 喝情再來買什麼 那應該都是 他們的裝甲 然後我那妳花兩千我花五六千 然後我買回去覺得說 好像不可以 會喝 我又折回去想要換菜市場 結果看在旁邊跟我搭訕 那三個女人就在旁邊菜市場 旁邊分錢 對 千萬不要貪小便宜 真的 真的 這個要注意 妳是除了菜市場之外 好像去百貨公司也會出事 對 我都帶孫子 因為他爸爸媽媽沒空 我大概去百貨公司 然後我在看衣服 我就說那是透明的 然後我們皇太后 皇上 就看兩個坐在那邊 就安心了 就看 還在… 對 應該差不多久一個多小時 太久了吧 都不會怕被拐走嗎 沒有 他們兩個已經等到睡著了 睡著了我更放心了 這樣一下子 我兩個孫子 我爸蹲過我走進去 阿嬤…很開心 為什麼 阿嬤我這邊睡著 這都是胡家可貴的小孩 胡家可貴 然後有人丟錢給他 對 要把錢進來 阿嬤 有人丟錢給我 太好了 我說 那麼明天是不是要拿碗來比較好 不是這樣吧 不是這樣吧 這很誇張 阿嬤每天帶你們來這邊睡一下